現在多了很多人外出吃東西 不過菜菜越來越重口味 有時還會吃得很口乾, 為何會這樣? 為了吃得健康 很多人都會選擇在家裡煮 但你有沒有想過 要吃得健康, 調味料是很重要的? 煮食就會選擇沒有那麼肥膩的東西 對, 還有小糖、小鹽 都會選擇低臘的成分料 我會選擇沒有添加成分的調味料 在家裡煮飯, 會用到不同的調味料 少不免都含鈉 攝取太多鈉, 影響人體健康 鹽裡面有多少鈉呢? 一克的鹽, 會有四百毫克的鈉質 世衛建議每天的鈉攝取量 不要多過二千毫克 即是一茶匙的鹽 如果我們三餐外出吃 就很容易多過一茶匙的鹽 就會超出每天的建議攝取量 有些人煮食除了鹽, 也會加雞粉 你怎麼看呢? 比較鹽和雞粉來說 一茶匙雞粉會有七八八十至八百毫克的鈉質 比起一茶匙的鹽 足足少了二點五倍的鈉質 煮食的時候選擇了雞粉 可以控制在一茶匙以內的範圍 就不要再下鹽了 另外提提大家, 如果是買東西的時候 記得要看營養標籤 如果單一使用同一種調味料的話 也要控制納的攝取量 Maggie這次用大家煮飯時常用的雞粉 和雞湯注重健康的她 多數用無添加的產品 吃起來就放心很多 Maggie現在先煮一碟西蘭花炒雞柳 先醃雞柳, 辟去雪味 讓它有底味 雞柳炒至差不多熟 加入卓過的西蘭花 再加一茶匙雞粉和粟粉 少許糖, 兜兩兜, 大功告成 讓我嘗嘗西蘭花 不錯, 又爽又鮮 我只是加雞粉而已 一粒鹽也沒加, 都夠味道 接著就到蒸水蛋了 大蛋兩隻 加入一盒250毫升無添加味精 及激素的雞湯拌勻 隔水蒸五分鐘 多焗一會就可以了 煮食時, 留意如何使用調味料 還有選擇無添加的產品 就可以吃得美味又健康了